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科技微报 我是龙二 OPPO的Find系列 相信很多人都期待了很久了 目前OPPO官方已经正式 对要公布Find系列最新旗舰 将定名为Find X 现在网上曝光了A组该机的外观渲染图 不过渲染图分为了两种不同的设计 从渲染图来看 新机居然还保留了在Find 7上 备受好评的天际线呼吸灯设计 结合昨天曝光的海报图来看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Find X将采用刘海平的设计 但这个小刘海与现在主流的都不太一样 看上去仅仅只是一个圆弧 当然真实性目前还不能确定 另外作为OPPO的旗舰产品 在配置方面应该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骁龙845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而近几年OPPO展示的一些黑科技 都有往加持在Find X上 做的发布会吧 对于Vivo而言 现在大家最期待的应该就是 FX的量产机型Vivo NEX 现在Vivo官方正式宣布 新机将于6月12日正式发布 从官方放出的预热海报来看 Vivo NEX将使用升降式的前置摄像头设计 从之前的APEX看见机的演示效果来看 升降式的摄像头能通过拍照APP控制升降启动 用时升起拍照不用时降下复位非常酷炫 而在配置方面根据曝光的消息来看 新机将搭载高通骁龙845处理器 配备6GB LPDDR4X内存 同时还将支持底下指纹 以及全新的AI人工智能技术 就目前的信息来看 Vivo NEX还是一款非常值得期待的机型 现在就看价格要怎么定了 北京实现6月5日凌晨1.1年 一路的苹果WWDC全球开发者大会 即将正式拉开帷幕 除了iOS12、MacOS以及WatchOS等软件更新之外 同步推出的硬件产品 应该也是消费者非常期待的 据于外面消息 现在GIGBUNCH上出现了一款型号为 MacBook 14.3的设备 该设备搭载了 Intel D8代标压Coreo i78750H处理器 主频为2.2GHz 机身UHD630核显应该说是非常强悍了 好分成绩单核4902多核22316也印证了这一点 令人意外的是 该机还配备了32GB的DDR4内存 这也意味着这款设备 很有可能会成为历史上最强一代的MacBook 目前还不确定该机是否会在本次发布会上亮相 不过对于正在考虑入手MacBook朋友来说 建议还是等等看了 2018年可谓是刘海平爆发的一年 国内一众厂商均推出了配有刘海平的信机 而作为安卓的领导者 现在看来谷歌也要让自家的Pixel用上这样的设计了 综合此前的消息来看第三代Pixel手机将有Pixel3和Pixel3 XL两款 其中Pixel3将不会采用刘海平的设计 屏幕尺寸约为5.3英寸 而Pixel3 XL则将使用刘海平造型 屏幕尺寸约为6.2英寸 两款机舰均有望搭载骁龙845的处理器 LVDDR4X的内存 以及UFS的闪存自然也不会缺席 另外全新的安卓P系统已经针对刘海平做了适配 不过讲真就目前的渲染图来看 这两款新机的颜值真心是堪忧啊 按照之前的消息来看三星Galaxy Note 9的发布时间将会提升到今年的7月份 而对于该机的外观 网上基本上已经曝光的差不多了 现在有外媒再次送出了一组根据此前爆料信息综合绘区的卷染图 从图中来看Note 9与现款的Note 8在外观上的差异非常小 仅在额头和下方处做了一些收窄 让屏幕尽一步提升 配置方面新机将搭载骁龙845 以及三星自家的Aknos 9810处理器 评下指纹无缘 所以整体看上去就像是Note 8的小改款 该机预计将会在7月29日正式发布感言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 相信对于很多科技迷来说Mask都是他们的偶像 不过对于Mask来说最近仿佛有点不太好过 近日有效益生在Mask的领导下 特斯拉正面临非常严重的资金链问题 而公司也很有可能将面临巨大的改革 对于改革的部分 投资人都认为应该把Mask从负责人的位置上拉下 因为公司不能彻彻底底如此严重的依赖单独某一个人 但落到实处要把Mask扫地出门 也并非易式平台手中握着特斯拉21.9%的投票权 所以最终特斯拉要如何变革 目前来看还不太明了 希望在我们买得起之前 特斯拉别出什么大问题就好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赶快关注微博的微信公众号 或许更多更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